來吧 這個是在變魔術嗎 一個炒鍋變出十道菜 還有招牌的金三九 來購買炒飯炒魚 來購買 三十 塞得滿滿的餐盒 不管是炒飯 炒麵 炒米粉 多到都要爆出來了 而且一份都只要三十塊 在台北信義區市場 賣出這樣的佛心醬 難怪婆媽們都要暴動了 是的 謝謝 是的 市場的賣太高的應該不買啊 一八年都沒有調價錢耶 有啦 本來是 同一年是一個三十 兩個五十 後來這幾年才改一個三十 除了這有改 全部都沒有改 可是一個三十滿滿的 還是很便宜啊 客人還要幫你沙架呢 還沙架喔 我賣兩塊錢 還要做兩塊錢 資料這麼多 30塊真的 對啊 客人剛剛都要沙架 要收兩個五十的時候 沒辦法現在 到現在都漲架了 雖然我也很愛沙架 但是這銅板架啊 我實在是給他 沙不下去啦 這位水水的老闆娘 不僅是佛心店家 也是幸福阿嬤 而孫子都長得很帥 不是啦 我是說很乖 那個是大孫子喔 對 它是孫子 它是孫子 對 那第二個孫子呢 等一下會來 等一下幫我弄這個 謝謝 小的耶 小的嗎 打手機 洗盤子 洗盤子喔 對 然後你那個服氣很好耶 三個孫子 小虎隊喔 對啊 怎麼那麼難打 這麼好多來幫阿嬤 他說在家裡無聊啊 無聊就出來 對啊 好 好 好 這要比較不無聊 對啊 這要比較快樂 要不要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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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露出來 要不要提一下 因為他小孩子很聰明 你要不要提一下 要不要提一下 好 三大 阿嬤說你本來在餐廳喔 對啊 他逼你來的嗎 算是喔 薪水還可以嗎 但是這邊比較多 這邊比較多喔 阿嬤金比較多 阿嬤你開多少 阿嬤用金錢又厚 金錢又厚喔 讓你講話 對 都可以 那邊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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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阿嬤的薪水好不好 對 好喔 跟阿嬤一起工作好 很快樂喔 對啊 阿嬤都會罵人喔 對啊 很快喔 很快喔 不乖叫阿嬤 你要什麼 對 對 準備要找兩個爸囉 來 採用場面來看看 祖孫黨的熟食快炒 已經在市場火紅了八年 老闆說原本掌勺的是兒子 但是突如其來的一場大病 導致兒子重傷的元氣 我要不能 那時候醫生說 三天沒有辦法處理會死掉 他本來女兒子陪妳在這裡 本來我只是還有一攤 後來長孫大夫出征 從17歲起就開始陪著他 跑遍南北市場 靠著一個鍋子打出天下 妳覺得他的手藝怎麼樣 還好啊 不錯… 人家快樂喜歡吃他的菜啊 我也喜歡吃你的菜啦 又帥又會炒菜 真的是我的菜 老闆娘說她跟先生 原本是在路邊賣蚵仔麵線 賣蚵肉 但是生意始終沒有起色 後來看好台北黃昏市場的 熟食商機 小說平平看吧 不平怎麼知道呢 賣蚵肉的時候 人家餐廳一條 開了很多間啊 會分開啊 生意比較不好啊 他那個房子要貴啊 那時候我活不來 活不來才會說 我找市場找看看 做看看 就是這樣 那時候市場人 沒有那麼多人在做這個啊 以前沒有這麼多人在做 現在你看走到哪裡就有人 你說這個山鍋醬是先生設計的啊 對啊 他怎麼會想著要弄這樣 為什麼 我跟你講喔 沒事這樣喔 這個炒飯是不是乾的 炒麵有點濕濕 水會跑過來 換變爛爛的 這樣 很厲害耶 這樣喔 把它圍著 它不會跑出來 不會跑過來 對 許多上班族或是不想開火的主婦們 回家前就會來阿嬤的攤子轉一轉 看看有沒有喜歡的菜色 像是今天的濕木魚肚和炒鳳螺 都是下飯的新菜色 三十塊 三十塊 對啦 台北這邊很少啦 我是從汐止那邊過來 特別坐公車再坐捷運過來買 不會啊 因為它東西滿好吃的 炒得也滿好吃的 那你最愛吃哪一家 我最喜歡吃它的那個 這個 還有這個這兩樣 客家小嫂跟那個殭屍大嫂 那因為買過了所以換著吃啊 客人喜歡嘗鮮 但是食樣菜要怎麼組合 又要隨著季節氣溫轉換 可真的傷透腦筋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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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市場的時候 不知道要買什麼 今天要賣什麼 客人會講說叫我賣金菜啊 金菜沒辦法 炒出來會黑黑的 人家不買 我想到晚上都在想過要換食物 對啊 明年要退休了 明年要退休了 六十五歲了啊 很累了啦 交給年輕人啊 太累了 太累了啦 這早上也要去補菜耶 在環環市場啊 嘴巴上喊著想要退休 要翹腳領孫子的薪水 但是仆仆媽媽們逛市場的日常 怎麼能少得了阿嬤雙浪的招呼聲呢 來 炒飯炒麵來購買 再吃兩塊包喔 傳統市場雖然漸漸的沒落 但是智琳姐姐我還是喜歡 傳統鑽在人群裡 聽攤商們的邀喝聲 喜歡明知故聞的沙甲 就是在這款真正的台灣裡 歡迎來到福星大餐店 我們這家店賣的 古瓜排骨 香菇雞 酸菜鴨通通二十元 而且真材十六 這是香菇雞 香菇雞 這是火雞 火雞 這是火瓜排骨 這是粉乾排骨 你看喔 這個是白菜就是綽菜那樣子 這是金針 什麼就是香菇雞 雞腿就是雞腿 白骨就是白骨 看看老闆娘臭屁的說 咱們家的腿就是腿 牙就是牙 絕對沒有頭工減料 滷肉飯也一定淋上 滿滿的肉粽 有時候客人喔 在這裡拼飯 都四 五個 一個人都吃四碗 五碗 這樣子可能很好玩 年輕人真的吃得下呢 以前年輕的時候比較會吃 一次吃個四 五碗 五 六碗 最高紀錄八碗 這位忠實的老主顧說啊 他從五元吃到二十元 從小鮮肉吃到歐巴 再變成阿公 但是唯一沒變的 就是好味道 很好吃啊 很對味 而且他們的湯 等於自己去試試看 他們的湯頭真的很好 而且這比較...它不貴 然後味道又很...就是 跟從以前到現在都維持一樣 所以他後來漲了五塊 你也覺得OK 本來是十五元飯店 現在不要吃 沒有 本來是五塊十五元 那預價再跟著上漲啊 老店幾年前 不敵原物料飆升 價格才從十五元 調整成二十元 但是大多數的客人 都能體諒接受 我是說你要有一點利潤給我啦 我才會做得舒坦啦 對 對啊 你真的沒有利潤的話 做不下去 做不下去啊 我那麼...我們也有 那麼多工作的人也要養活啊 對啊 每個人都可以接受 可以啦 這個真的是 他們還說太便宜了耶 盡量把它壓下來啦 真的是撐不下去的話 還是要跟著...跟著它調掌 不然...不然它長得太厲害 我們...我們要去買原物料 沒有辦法去跟著上也不行啊 這樣也會虧掉 你就等於是做不下去了 店面在嘉義市區經營了四十年 沒有店名也沒有招牌 在地人啊 都稱為是十五元大飯店 因為我沒有招牌啊 客人十五元飯店是 客人幫我們取的啦 以前...最以前是七塊錢啦 七塊錢他們就說 那個哪一家...哪一家... 他們都說不出來 後來... 他們就說 就是那個七塊的啦 七塊大飯店啦 對 就是這樣子來了 然後後來變十五元 十五元 就說就是那個十五元啦 十五元飯店啦 我...我也不知道 那是客人在那裡 你打電話說 你去哪裡 我都在十五元飯店啦 我才知道 原來客人這樣說 從小孩子做到現在了啊 都沒有離開過 有 當兵的時候離開 想說當兵那麼輕鬆 為什麼要回來 回來做這麼辛苦的工作呢 大飯店第二代老闆說 阿爸有交代 日子能過 薪水能發就好了 勞工 學生和老人要照顧 生意好 也不能忘記經營的初衷 以前他覺得說 吃個乳飯 為什麼他那時候都覺得說 比較吃不起很多的人 他覺得吃不起 但是他就覺得說 他要做得比較平價一點 所以他就是用這個價格去做 他那時候就覺得說 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到這樣 對... 爸爸是有情有意耶 是很會替人家想他的個性 但是他這樣子 對他的兒子就不是很好 那你就很辛苦 有沒有曾經為了說 想要調整價格 跟他有一點增值啊 還是會有啊 那時候很忙 我們很累的時候 我們也會跟他講 他不要啊 因為你那時候也是滿山 滿谷的人 但是他覺得說 我這樣子我就賺得過了啊 但是他做得很大喔 做得很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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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跟我還說 做得很給他吃飽這樣子 要給他吃飽喔 其實這個都是個人 特賞賜給我們的啦 我們現在有一個 這個... 就是會有這個規模還是 還是怎樣都不特賞 嘴巴說累 但是老闆一家人 其實花一走 甘惑 一大清早就起床 炸排骨熬大骨湯 佛心架也要有五星級的用心 有些後面要不要太 Flu 現在做 returns 好營... 去就可以賣了 我這個前置跟那個 後面要準備的工種 真的是很多啦 鮮炒的新鮮滷肉融合老滷 更是老字號的不敗品項 這個是屬於厚腿跟甲心 兩種混合的 甲心肉混合的 甲心肉混合 它本身的醬汁 它不去用那個什麼 豬肉煎粉什麼 它本身就是它的甜度就是 你的豬肉瘦肉去煮出來 它的甜度就夠了 定了皮蛋豆腐 也不用現成的盒裝豆腐 這個比較傳統 因為它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這種 你這種比較貴嗎 是還OK啦 穿著擦皮 完全是手工的豆腐 手工的豆腐 本來吃很多吃 它糖都會附一隻雞腿 對啊 而且也才20 對 它麻酸 這個叫做什麼 軸心架嗎 四沾 七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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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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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謝謝 謝謝 到店裡飽餐一頓的客人 幾乎都是一百元有兆 老闆娘三天亮頭 就要跑銀行換零錢 找給客人 我都上銀行換 要上銀行換喔 沒有 換都很熟了 多少年還是要找人家 不可能說就是五十一百 沒有這樣 四沾 要多少 看不出來耶 八十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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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來耶 看不出來 他快要快 沒有感覺才快耶 怎麼快要快要快 你說呢 不 快要快要快 要快到快 他說快要快要快 他笑了 被人家打我 被人家打我 在那裡喔 對啊 沒有那個那樣 無論是環境 菜色還是味道 都樸實簡單 但是店裡濃得化不開的人情味 卻是老客人心中的五星級大飯店 i know you